至于1976年的亚裔商会 最近在洛杉矶举行了年度颁奖宴会 而且表扬六位卓越企业家 其中DSG财税法事务所的总裁游欣燕 更是今年唯一以个人身份接受表扬 从颁奖人手中接下奖座 南加州知名的会计师兼律师游欣燕 荣获亚裔商会颁发年度社区贡献奖 感谢他对亚裔社区的卓越贡献 很荣幸今年可以获得 Asian Business Association的Community Champion of the Year的奖 这个奖是我非常荣幸拿到 因为表示说我在社区里服务很多 我们很幸运地认识Toni Yeo Toni Yeo在DGS财务管理 财务资情报道 我认为他在做的一切是 他会获得很多社区的联系统 积极联合台美律师协会 亚太社区基金会 以及亚太会计师协会 由新业更善于整合资源 并且在9月份举办实现美国梦企业讲座 由各领域权威专门为企业家与新移民解决问题 所以像我现在是亚太快支协会的会长 在我们里面会员 理事也都是从不同的社区来 所以假如说更多的专业人士 可以一起合作 不同的商业家可以一起把资金 凑在一起的话 但是我们帮忙社区的朋友 会更多更大 强调亚裔企业在美打拼 需要更多支持 有信业也承诺持续帮助企业 在快进保险信托 与法律四大专业领域给予更多协助 以上是东西新闻 为宽如热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